世诗纪第二章 依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来说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 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方 我曾说过 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 他们要做你们的敌人 他们的神要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众人就放声大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他们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约书亚遣散了众人 以色列人就各归自己承受的地业 要占有那地 约书亚在世的时候 以及他去世以后 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众长老还在的日子 众人都依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 以色列人把他埋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以法连山地 在加石山北面的亭拿西列 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 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了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众巴力 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跟从别的神 就是他们周围各族的神 敬拜他们 惹耶和华发怒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去侍奉巴力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中 他们就抢掠他们 他又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手中 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去哪里 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 好像耶和华说过的 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过的 他们就非常困苦 耶和华兴起了士师 士师就拯救他们 脱离抢掠他们的人的手 但他们连士师也不听从 竟与别的神行了奸淫 敬拜他们 他们迅速偏离了他们列祖所行 听从耶和华命令的道路 他们没有照样行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 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 那士师在世的日子 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 发出哀声 耶和华就怜悯他们 可是 士师死了以后 他们就转而行恶 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的行径 于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说 因为这国的人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因此 约书亚死后 约书亚死后仍剩下来的列国 我也不再从他们面前赶走 为要借着他们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不肯谨守遵行 耶和华的道路 像他们的列祖一样谨守 这样 耶和华留下这些国的名 不迅速把他们赶走 也不把他们交在约书亚手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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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